客人上门了 菜饭马上叫他的正摊之狗Lucky帮忙招呼 看到主人拿着塑胶带 聪明的狗狗马上闲着走向客人 接着客人拿100块钱给Lucky Lucky也立刻咬着钱回去给主人 顾客都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聪明的狗 另外Lucky还会咬着售价牌站在椅子上 吸引顾客上门 老板表示他意外发现Lucky喜欢咬售价牌后 就开始训练他来帮忙做生意 老板收容流浪狗Lucky时 原本只是不希望他挨饿受动 没想到却意外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 也是新闻郑孝清云林报导